好苦溜喔 一下出來了耶 輕輕一推 拇指粗的蟹絞肉就滑了出來 一口吃下口感紮實 鮮甜海味在嘴裡散開 日本的帝王蟹 它其實肉質是比較飽滿Q彈的 一般是以燒烤為主 我們飯店特別推出用味噌鍋底 那這是一個日本非常傳統的吃法 如果你要吃到北海道 到帝王蟹 在外面可能就是 1200到1500這樣的一個價格 但是在我們的自助餐 你可以進行的 暢快的享用帝王蟹 輕鬆剝開看得到滿滿蟹黃 除了帝王蟹石壽鍋 還有藍鑽蟹 三點蟹 牛角蟹 絮蟹 通通讓你吃不怕 而且平日1000元有兆 打開蟹殼 金黃色的飽滿蟹膏 映入眼簾 口水都快跟著滿滿湯汁滴下來 另一家業者 則是推出手掌大的大閘蟹 放好放滿 鋪上紫蘇葉一起蒸 不僅去除螃蟹含氣 還能鎖住蟹肉清香 我們用蒸薑醋 然後還有薑 加熱之後 讓那個薑的味道 和蒸薑醋融合 然後我們就用大閘蟹 沾著蒸薑醋一起吃 飯店業者推出期間限定活動 只要不到2000元 大閘蟹想吃多少隨便你 還有自助餐台可以享用 以大閘蟹市價500元來算 吃個三四隻就回本 各家業者推出球鞋料理 滿足陶客味蕾 也宣告秋季美食站正式開打 記者陳時戀許惠宇特別報導